我们现在要来示范如何剪这个锡圈 那我们卷完的这个弹簧 我们要把它开始剪的时候 我们斜口钳 这个斜口钳 这个是刀面 那刀面 这个第一次剪第一刀的时候 我们要让这个刀面操作 而且这个刀口的地方跟线要呈90度 90度角 这个地方 这里 要呈90度 这个刀口的前端 刀口的这个前端要跟线呈90度角 然后我们剪一小段 先剪一小段剪掉 成90度角的方向 第一次的时候这个刀口朝下 剪第一刀 好 那接下来把这个刀口朝上 一样要跟第二圈的适当的位置 等于是这个尾端的垂直进来 这个位置 那一样记得这个要呈90度 平的 平的 90度 然后再剪一刀 这样就有一个西圈 那每一次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让这个刀口朝下锤子线 刀口线呈90度角 剪一刀 那这个只要短短的一点点 因为我们只是要让那个刀 那个线的那个缺口是直的 然后再剪第二刀的时候 记得要转换你的斜口前 让刀口朝上 并且要与线呈90度角 然后它会是刚好在这个缺口 就是线的尾端的平行进来的位置 好 剪第二刀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一个西圈 那这个西圈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要准备西圈 要左边的 要用两支的工具 那我们都把西圈全部都先打开来 再来使用 那你可以就是 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话 我会建议你 左手朝下 右手朝上的方向 来打开这个西圈 会是 左侧往下翻 右侧往上翻 好 因为这样等一下你在编制的时候 这样子比较容易勾 比较容易勾住那个西圈 像这个方向你就很好勾 好 但如果 现在如果我弄一个反方向的 这个 右侧朝上的时候 你在勾的时候就不好勾 不好勾 好 就会有方向的问题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在把这个西圈打开的时候 全部都是 左侧往下 右侧往上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来做 好 就 这边 右侧是往内翻 左侧是往外翻 好 就这样子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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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